今日谢先生回文昌给一直空置的新房缴纳水电物业费时发现 自己从没有入住过的新房用水量居然达到了400多吨 在谢先生找楼下的邻居确认并无漏水情况下 他怀疑是水表出现了问题 但小区的物业方面表示 由于没有经过第三方的技术鉴定 无法证明用水量大是水表的问题 最终物业给谢先生免费更换了一个新的水表 而这400吨的水的费用双方后续在进行协商处理 因为水表读书异常造成水费超量问题 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检定措施来判定真正的责任方 对于用户和物业水电管理方来说 都是一个不小的麻烦和难题 为了能早发现水表异常并及时的止损 用户要及时的关注用水量的波动 同时水务公司应该及时的维护设备 保证设备的可靠性 而不是在出现问题后将责任推诿 按表收费当然没问题 但前提是在内保证这水表它不撒谎呀 让居民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 还没问题